七个超猛刺青十年后的样子,最后一张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现代人刺青有很多选择,即使不小心刺坏了或后悔了,也有不少补救方式,比如说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他把女友刺在胸前,分手后竟改成了让他气死的图案 不过即使到最后都没有后悔,刺青也不见得能够保存十几二十年,涂糊掉的程度也是个人情况而已 1. 刺完十三年后的鲨鱼 这个纹身效果还是比较好的,十三年过去了,虽然皮肤变差了,但是图案几乎没什么变化 2. 几何图形自清的线条褪色的还蛮平均的 这个手上的纹身我真的有点不懂,感觉像小时候自己用钢笔画上去的,不过手上因为天天洗,所以持续不了多长的时间 3. 原本很精细的刺青褪色后反而有种素描感 这个纹身可以说是变得非常具有历史感了 4. 颜色鲜炼的地方会掉得比较严重 这个是典型的十五年前一把火,十五年后一朵花啊 5. 嘴唇刺青因为长期接触拓点,多半无法保存太久 下图是自玩六个月后的样子 这个在嘴唇里的纹身虽然非常酷炫,但是我觉得非常脏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个也因为唾叶一直存在,所以只保持了六个月就几乎没了 6. 背部的刺青就比较好保存 7. 原本配色很鲜艳的刺青,八年后反而有种刷臼的照片感,给人感觉很不一样 4. trata菜参加我 5G